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知道河南郑州大灾难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态政、冷政造成层层上推、层层卸 郑州市上报省政府,省政府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上报党中央 党中央习近平定于一尊,谁都不敢乱动,又不愿意和习近平揹架 等习近平一个人来揹,你不是一尊吗? 所以最后都是习近平的责任,习近平有没有这个智慧等到他明白之后 已经太迟灾难已发生,这个被中共堪称五千年一遇大灾难 死伤人数非常多,明星救灾和捐钱成为大陆好热门话题 因为中共要割韭菜,当然明星有分大和小 但在中共眼里他们是粗壮韭菜,不管你是大明星还是小明星 比我们普通老百姓要粗壮得多 他们的命运是一样,就是被逼割韭菜,被收割 大陆好多名人和博主怕被中共觉得太狠,早早就表态 写下河南挺住,郑州加油,但小粉红就不卖帐 只是写几个字就不行,大陆五毛说,不要废话,你捐多少钱? 这个在评论区最多的一句,这句说话听到特别不舒服 心想我捐多少钱,关你什么事,你捐了没? 我的钱是我自己辛苦赚回来,我都有向国家交税 我捐多少是我的爱心,对灾民的同情,不是我的义务 赈灾是国家的事,我们交了这么多税,现在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不是共产党要帮助灾民吗?你敢和中共这样说话吗? 什么不要废话,捐多少钱,我欠你吗? 当然明星他们不敢说,但是你是这个你 但是在中共国你不捐就会被骂被围攻 但是你捐又不行,不捐又不行 你说我捐了10万,30万,50万,怎样呢? 不行,每个明星都有价钱,都有明星价 你这么大的明星捐那些钱,你买这么大的房子 给这些钱太小器,太没人性,你在大陆赚这么多钱 你现在不捐出来,抵制你,抵制你困出大陆 你捐又不对,不捐又不对 在中共国,那是捐钱吗?那是抢钱? 捐了之后,这帮小粉红都不知道钱去了哪 如果说很多人不了解中共的话 这次河南灾情,很多人同情是会捐钱 确实都是这样,网上有一个年轻人 他自己录了一段影片,说自己捐了五千元 但是不知道钱去了哪里,那就非常有意思 去在哪里呢?我告诉你,钱全部被中共贪走了 被中共贪官拿去给依赖买袋 河南灾区的五千块不翼而飞 大家好,我是小杨子 这次河南灾情,我也是非常的关心 在7月22号,我通过支付宝向河南灾区捐了五千块 尽自己的一点微博之力 我当时还把这个事儿分享给我妈了 然后我也分享到了社交平台 就有粉丝留言,她说我假捐 然后我本以为她是开玩笑 直到后面我自己去了河南省慈善总会的官网查询 真的没有这笔捐款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可能是慈善总会我的这笔捐款 在中共国做的好事真是难,如果做不好更被骂 这个社会已经变异到这种程度,都是中共搞鬼 大家很熟悉的明星刘德华,他专专录制影片 为问河南民众,没想到遭到网友逼问 捐钱没?对刘德华还是客气 捐钱没?不是对一般明星 他就会这样说,不要废话,快点捐钱 那就是逼捐道德绑架,台湾艺人王力宏都中枪 他才在微博上发帖说,大家的心都在一起 河南加油,我们为你打气,但是因为没捐钱 造成小粉红非常之不高兴,问为什么不捐钱? 之后王力宏透过工作室捐了143万人民币 并贴出他的汇款单,交由航空爱心慈善基金会运作 但是小粉红说,捐太少 有歌迷透露143是I love you的密码 代表我爱你的意思才会捐143万人民币 小粉红不吃这一套,什么老虎油这个那个就是太少 王力宏的经纪公司表示,关于捐多捐少 并不是个竞赛,每个人心中标准都不同 只要自己认为做了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其实捐钱都是一门生意,对一帮明星来说 他们都是一个机会 早前在大陆发展很好,台湾艺人罗志祥因为多人运动 而被网友痛骂,捧回台湾 这次透过工作室,晒出一张银行收据 以个人名义向河南灾区捐赠50万人民币 瞬间洗白自己的形象 7月21日中共小粉红又挖出多位在内地发展的香港艺人 说他们还未捐钱,其中包括刘德华、郭富城、邓子奇、蛇斯曼 这帮明星等等,说这帮明星还未捐钱 尽管目前还未清楚刘德华是否已经捐钱 但从以往捐款记录可以看出 刘德华做公益一向热心又低调 据华商网报道,武汉爆发疫情后 刘德华捐款2000万 2008年民村发生地震后,刘德华捐款5000万 1991年华东水灾,刘德华捐款500万 而这些数字大多数是事后外界透过一些渠道才了解到 也即是说人家真是做善事 不用你们这帮小粉红五毛 在这叫捐了钱未?捐得太少 人家是默默做事 你要去叫啦,就叫那帮明星 譬如成龙、陈小春、欧阳娜娜、钟镇淘、张伟健 这帮艺人,他们都是叫河南加油,注意安全 目前我还未查到这帮人捐钱信息 估计不用很久,中共会逼捐 他们自己,我猜是不想捐 但你不捐又不行,你不捐就不用在大陆撈 小粉红说,中共国救灾动员能力,全世界最强 我们绝对有信心,战胜天灾 小五毛不是天灾,他是人和,确实动员能力很强 那帮明星不捐就不用在中国捐,这是小五毛的逻辑 全世界我看,只有中共国的人才会说得出 验人家捐钱太少的鬼话 这种贪得无厌的心态不但令人不耻,亦毫无感谢之心 人家捐钱是出于善心,都是量力而为 以中共国,每次看人家笑话的心情对待国外灾难 不捐钱才是正常行为 自作自受就要自行承担自己种下的因果 捐钱我就不骂你是什么逻辑,说不是比中共贪官贪得更多吗? 中共腐败大家都知道,有网友说捐什么捐,捐几个贪官就有钱了 还有人说捐你的头不能被那帮贪官再辉拷 大家的善心被中共中饱私囊,谁还会去捐? 更有人透切分析捐款,变成中共官员的新的贪污渠道 不捐钱是因为那些钱被中共拿去维稳灾民而不是救助灾民 所以说,朋友你觉得还要捐吗?如果想捐的话,你要知道你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你要通过其他渠道,千万不要通过什么红十字会 中共的渠道只要一捐,钱就没了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影片感兴趣的话,麻烦赞好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多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好订阅 请不吝点赞好订阅